各位FG的網友大家好 我是TruYoga的Miko老師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一個簡單瑜伽動作 是可以幫助你防止你的胸部下垂或者是外擴 女孩子有時候因為年齡的增長 或者是因為穿內衣的方式不正確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胸部外擴或下垂的情況 所以今天我們教大家這組簡單的動作 讓你可以隨時隨地都練習 你不管是在家裡或者是在辦公室 只要你是坐著站著都可以練習 首先你可以坐在地板上 或者是你坐在一個比較舒服的椅子上都可以 那站著也是可以練習這個動作 那把你的雙手合掌放在胸前 然後記得你的手肘要微微打開來 感覺你的手是成一致線 那記得你在練習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要感覺你的手掌是有力量的互相推 手掌力量互相往內推 這時候你會感覺你的胸口外側這邊 好像會有一點點用力的感覺 記得你的身體不要駝背 然後也不要鎖肩 肩膀記得壓下來 在這邊停留大概15到20秒鐘 維持正常的深吸深吐 之後呢我們再把你的雙手互推的感覺不要放掉 慢慢往上拉高 這時候你一樣感覺你的胸部外側會有一點點用力的感覺 我們這個動作要防止你的胸部下垂 所以我們把手拉高 好 那這個時候呢很容易犯的錯誤就是 很多人會把手肘往外翻 記得你的手肘要盡量互相靠近 所以你會感覺你的胸口是夾很緊的 那手掌互推的感覺一樣不要放掉 除了手指頭往上延伸的感覺之外 你一樣要讓你的手肘盡量是往內收的 肩膀要持續下壓 手拉高 不要聳肩去練習這個動作 肩膀記得壓下來 然後脊椎盡量拉直 維持15到20秒 好 這時候你可能開始覺得你的胸部外側會有一點點酸酸的感覺 之後 把你的雙手伸直 然後慢慢把你的手掌 你可以把你的左手掌 右手掌轉過來 讓你的手掌是互相碰在一起的 一樣維持這樣的姿勢 感覺直接往前拉 然後肩膀下壓 手掌互推 這時候你一樣感覺你的胸口外側是收很緊的 一樣會有酸酸的感覺 一樣在這邊維持15到20秒鐘 然後維持正常的深吸 深吐記得聳肩的動作不要出現 肩膀記得下壓 讓耳朵跟肩膀距離盡量拉遠 然後頭頂式延伸 把你的身體盡量拉直 去練習這個動作 完成之後你可以把雙手放下來 維持3到5個身心深吐之後 就可以休息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練習的動作 記得你隨時隨地都可以練習這組動作喔 我們今天又到這邊 謝謝大家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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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